共享冰箱怎么盈利 共享冰箱可以盈利 但是盈利性比较小 盈利方式举例来说 就是别人租用你的冰箱存放东西 你可以按照存放时间的长短 存放物品所占用冰箱空间的大小 冰箱经营地段 房屋租金的高低 存放物品的贵正程度 等各个方面来确定你的收费标准 付款方式可以选择 微信支付 支付宝支付 银联post机支付 网上银行转账支付 自己的支付系统支付 现金支付等各种付款方式 因为冰箱现在已经普及了 家家户户都有 商店也有 所以共享冰箱 只可以给外来打工人员 和一部分临时经过有需求的人员使用 所以共享冰箱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项目